这次也不知道多久才能控制住 在疫情和灾难面前 时间就是生命 零八年 我去参加汶川地震的强行 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生 没什么工作经验 如果当时能够做好预备方案的话 我想我们一定能救更多的人 我们需要帮助办公司 提供服务员 谢谢 谢谢 什么情况又是警察又是军人哪 最近边境不太平 有一批来自邻国的武装分子 拦路抢劫劫材材杀人 武装分子 那我们掉头吧 别等会儿物资没大招 我们小命都保护了 先听着把话说完 坎哥院长已经联系了卫生部 还有警察局 你看 紧急调派了一批警察 全程护送我们 还有这好事 杨长来 队长接到了吗 直升机已经接上了 估计半个小时到医院 关键你什么时候到啊 我在诺儿了 估计最快得两个小时吧 两个小时来不及啊 队长伤的很重 人一到就在手术 现在都谁在医院呢 都在呢 他没人能手术啊 兄弟们俩的鼻子马斯呢 让他们俩上 你 你想让他们俩手术 没有别的选择了 就他们俩上